日本跟韓國現在鬧得很兇 那個名詞叫做什麼 叫做韓國的軍艦 用射控雷達鎖定日本的巡邏機 兩國 現在對抗起來 什麼叫做 為什麼日本反應這麼激烈 叫射控雷達鎖定 用射控雷達 簡單來講 準備開火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一般的船艦上面的雷達 大概分兩種 平時在用叫搜索雷達 搜索雷達是一天二十四角 三百六十四度一直轉 它有對海有對空的 搜索雷達它的目的是要發現 疑似 譬如說敵艦這樣的行蹤 或空中的敵機 所以它不斷的旋轉 不斷的搜索 那現在先進的ISAR雷達 不旋轉直接放射出去 那它的範圍會比較遠 那範圍比較遠 有時候因為它要多目標的搜索 所以它的這一個雷達的 這一個叫精度 會比較粗糙 我大概那裡有個東西是什麼 我會再進一步去看它 那平時它是搜索雷達 開搜索雷達是正常的 一般的船艦 除非說它那裡有個叫 無線電靜默 不想給人家發現 我連這個雷達可能都不開 都有可能 但正常來講 在海上一定搜索雷達會開 但是碰到所謂的 射控雷達 射控雷達事實上叫火控雷達 火控控 這個它等於講到火控 就聽起來就是要發火了 就是用到這個 射控雷達的時候是什麼情況 就是說我在搜索雷達 我發現一個疑似敵方的目標 然後我了解它的動向 我對它覺得說 準備要攻擊它的時候 我的射控雷達才會開 射控雷達它的波段 跟搜索雷達不太一樣 它是看近 看近就是說比較精確 看得很明顯 它的移動的位置 你可以跟蹤跟鎖定 所以它會固定的照你 它必須透過大的功率 一直譬如說 我現在要打這個鄭大哥 本來我是這樣繞繞繞 發現這裡有這麼多來賓 但是只有鄭大哥有敵意 他可能會對我有敵意 我要攻擊他 我非要攻擊他 一直對你都有敵意 我非要攻擊他 然後我就會特別 感覺那是北韓 對 特別關照你 不斷的照 不斷的照 為什麼 因為它要跟蹤你的目標 我的飛彈準備要啟動 它下一步就是開火 所以為什麼這次日本這麼火 因為它我們簡單看一下 它上面 它就是這個叫P1的反潛機 P1是他們用來準備替代 他們的P3C比較舊型的 他們自己日本國造的反潛機 大家看到機器下面 是可以掛魚叉飛彈的 這樣的一個反潛機 就是剛好在日本的 專屬經濟海域的時候 發現就是這一艘 這一艘叫廣開土大王 驅逐艦 它這個是比較舊型的 KD1 KDX1型 第一代的 那噸位不大 四千噸 那上面大概有十六管的 這個Mark 41的垂直發射 海麻雀飛彈 所以雙方都有武力的 一不小心譬如說 這一次就是講說 日本這一架P1 在附近 飛太低 韓國說說你飛太低 對 日本說它並沒有 雙方各質一詞 那韓國就是基本上 它這一次所謂的射控雷達 我們看到所謂的搜索雷達 通常會比較高 對海或對空 上面會有搜索雷達 這個叫做它的火控雷達 叫做這個STIR-180 這個火控雷達 它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等於說用這個雷達 不斷的去照射它 那韓國說沒有 我這個雷達根本沒有開 但是它有證實 它有一個對空的雷達 叫MW-08型的有開 另外一個對海的搜索雷達 它沒有提 但是它強調 這個雷達我沒有開 但是它錄到了18秒 就是用這個雷達波 轉換成這個音波的音訊 公開給大家 就是說我持續被它 照明了好幾次 然後長達18秒時間 基本上 這都是有證據的 對 有證據 它準備就是要開火 結果南韓它強調說 沒有 因為當時 我這一艘船在幹嘛 我剛好碰到一個 北韓的小漁船 有船難 我在救災 所以我是在找 那一艘北韓的小漁船 那一艘北韓的漁船 那一頓那個動物很小 基本上有的時候 海上對海雷達目標很小 是看不到的 所以外界也會懷疑 事實上南韓說謊的成分比較高 因為你要找那個小漁船 你要用這種比較精確的雷達 那有可能開射控雷達 去找不無可能 那我是日本的這個 你說反潛機是不是 對 反潛機 那我被韓國鎖定 準備開火了 我知道嗎 所以它就知道 只要射控雷達 你被鎖定上面有警示系統 都會大叫 這個都會有警示的 所以同樣的 它如果要回 它就同樣用它的雷達 去鎖它也可以 它上頭也有漁船 那互相鎖 那很可能插槍走我 沒有做這個事 所以就各執一尺 那等於說 可是日本的飛機飛多高 這個應該有個紀錄吧 對 那南韓 它是強調說 你在附近徵詢 事實上在國際海域上 這種情況不是不會碰到 我們的拉法葉劍 到太平島南沙 去執行任務的時候 也曾經碰到美國的P3C 在我們上空盤旋 低空來回 然後雙方做辨識 但是通常這會透過 國際的無線電頻道喊話 確認對方的來意 那日本說我經過三次喊話 而且用了三個頻道 都跟他講 請確定你的來意 你為什麼用雷達來照射我 那南韓說沒有 我完全沒收到 沒有聽到你警告啊 然後他認為說 我是這我幹嘛去 用這個射控雷達去照你啊 我在救北韓的這個小漁船 所以雙方就因為這樣子 吵得不可開交 已經將近一個月了 弄到說這個本來 為日韓有一個聯合的海上軍演 春明浩要去參加 現在也不去了 那再早之前去年十月 也鬧過一次 就是南韓反對日本 他的軍艦去參加 他的海上觀列室 那不讓他升太陽旗 日本不爽我也不去了 所以這個從過去 他們當然很多的歷史恩怨 只是說日韓雙方 對美國來講 都是在亞太地方重要的盟友 但我們也希望說兩個和好 不要為了這種小事情 什麼射控雷達 你有沒有鎖我 我有沒有鎖你 大的 經常發不動 對 他們這個因為傳統的歷史頭文 要發一分到韓國發作業 不一定發的電動 但是還是要他 可能要美國出來斡旋 否則的話 其實雙方大概看起來 這個冷戰的關係 可能還會持續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知道了